那么然后我们要给大家说 就什么时候我们会禁止 它快合并模式 比如说我们下面这里面有一个 bug分支 就是你在软件里面 在软件开发里面 如果遇到bug的话 我们怎么进行修复 我们软件开发里面 遇到bug的话 通常是需要去 每一个bug 新建一个临时的分支来修复 修复之后 合并完之后 再将这个临时的分支给它 删掉 给它删掉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面 有一个例子 当你接到一个修复bug 001的一个bug任务 但是这个时候 你正在去进行工作 你正在进行工作 那么正在进行工作的话 你手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你不能进行提交 那么怎么做 我们get里面给你提供了一个东西 叫做stash 它可以把你的工作现场 先保存起来 等你修复完bug之后 你回来之后 你可以恢复 你可以恢复这个现场 继续进行工作 继续进行工作 OK 那么 然后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该怎么做 首先比如说举这个例子 我们首先看一下get branch get branch ok 我先把这个我们的dv分子删掉 i-d 然后写上一个dv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我们重新来直接get branch 好 这是里面只有一个分子 好下面我要创建一个新的分子 get checkout-b 然后写上一个dv 好 那么 现在呢 我在我的dv分子上面进行工作 比如说我在编辑这个 code 3.text 我在编辑这个东西 我编辑它 我就在这里面 我现在正在 在这里面写代码 什么写上一个define index 写上一堆东西 对吧 然后直接写着写着 突然间我收到一个修复bug的任务 修复bug的任务 那么但是我这个内容呢 我还没有编辑完 我不能把它进行提交 我们get status看一下这里面 告诉你这个文件修改了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马上去修复这个bug bug任务比较紧急怎么做 你就可以使用它的get stash这个命名 先把这个现场呢 保存起来 保存起来怎么做呢 就是get stash 好回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把你的工作现场保存了起来 你可以再使用get status 你去看一下工作区是不是就变干净了 好 下面呢 你可以修复这个bug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bug修复在哪呢 假如说我们的bug是 mess分支上面出了一个bug 那我就首先先切换到这个mess分支上面 给它切换到切换到mess分支上面 然后呢 mess分支上面呢 它出了这个bug的话 我们在修复bug的时候 我们需要呢 新建一个临时的分支来修复这个bug啊 那么临时的分支呢 假如说我们这个临时的分支 我就叫做bug001 我就创建一个临时的分支啊 get check out 然后 gum b 然后呢写上一个bug001 好 这个时候啊 你get branch 你看一下 我们就在这个临时的bug01分支里面 下面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在这个bug001分支里面 去修复这个代码的错误啊 那比如说哪个文件出错 假如说是这个文件出错了啊 我就修 我就去修改这文件错误代码 打开它 假如说里面呢 这一行 这一行呢 出了一个bug 怎么做啊 我就把它删了 删完之后 我的bug修复完成了 我怎么做啊 那么你需要呢 在这个bug01分支上面 做一次提交啊 直接呢 就是get add code.text 然后呢 get commit i-m 写上一个修复bug001 OK啊 好 那么这里面是我们在这个bug01分支上面提交 你把它提交完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回到我们的mess分支 并完成一个合并啊 就直接呢 get check out mess 然后呢 开始呢 合并 那么这个合并 如果我这样写的话 它会采用哪种策略啊 bug001 是不是快速合并 但是你注意啊 如果是使用快速合并的话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bug一删 你在这个图上面啊 你在这个 get log啊 -pregionline 然后呢 -graphing上面啊 你就看不出 你就看不出 它的这个合并分支的记录了啊 你就看不出这个记录了啊 所以我们为了保存这个记录怎么做啊 我们就需要呢 禁止它的快速合并模式 就用我们的分支管理策略 就是get merge 让它合并中呢 有一次新的提交 就是直接啊 就是get merge -no ff 然后-m 写上一个啊 修复 修复啊 直接写上一个修复bug001 然后合并谁呢 合并这个bug001 好 把它合并过来 那么合并过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bug001删掉了啊 那么直接get branch -d 写上一个bug001 我就把它删了 删完之后我们get branch 你看一下 我现在呢 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分支 那么 即使删完之后 你再去执行这个命令啊 get log -presting one line 然后呢 -graph graph 你还可以看到 它是从一个上面呢 把它 就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把它合并过来了 对吧 这里面啊 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 会使用我们的禁用快速合并的模式啊 合并的模式 OK 好 当我们的这个bug001 我已经修复完成了 我下面呢 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第一位分支呢 去干活了啊 我就直接在这边呢 给它 check out 写上一个第一位 好 回来之后 我在里面给它status 看到我的工作区是干净的 但是呢 在我修复bug之前呢 我把我的工作现场呢 做了一个保存 那么我怎么去 找到这个 找回工作现场啊 你可以使用这个 给它 statch list 它会列出你保存的工作现场 就直接啊 就是给它 statch list啊 帮你列出你保存的工作现场 哎 这就是我们保存的工作现场 那么 我怎么把它恢复回来啊 恢复回来的话 就是直接 使用我们的 给它 statch pop 这个命令啊 就可以帮助你去恢复这个 工作的现场 我直接在这里面 直接写上一个 给它 statch 写上一个 pop啊 OK 这个现场就回来了 你在给它status 你去看一下 哎 这个现场是不是就回来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 哎 修复我们的bug啊 那么你注意我们这个修复bug的时候 你通常啊 修复bug的时候 我们首先你是先切换到 出现了bug的这个分支上面 然后呢 创建一个新的临时的bug分支 来继续修复 修复完之后呢 再把它 合并到出了bug的分支上面 但是你要注意合并的时候呢 你要禁止它的快速 合并啊 禁止快速合并之后呢 最后我们可以把bug分支呢 删除 那么 假如说你在修复bug之前 你手头的工作没有完成 你需要保存这个工作现场的话 你可以使用这个 get a stash啊 这个秘密帮你保存这个工作的现场 然后呢 再去修复bug 修复bug之后 回到你工作的分支之后 你可以使用这个 get a stash pop 帮助你呢 去恢复工作现场啊 帮助你去 恢复工作现场啊 这就是我们bug怎么去修复啊 这一部分 我可以让你修复啊 我可以让你修复啊 那我可以让你修复啊